听说某民心去世前 将财物全部捨出 助自己出家 离命中时虽多人助念 但由于索命者执着 使其没能往生 这样的事情是否会发生 那么如果我们不在现场 没有看到这个情况 我们不要去道听途说 这个判断是否往生 是完全看他平时 有不有信愿痴迷 和他离命中时 还保持愿往生的这样的心 只要有这个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 接引他往生 你千万不要以为 一个人一定要把冤家债主的 债务关系全都还清了才能走 如果说有所在的人 他就走不了扯他的后腿 没有这个事情的 这样理解就完全把净土的不可思议的 尤其是阿弥陀佛大不可思议的 微神愿力就看得太低了 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带一往生的法门 他带什么债 就是带所有的命债 感情债 各种财产债 种种的冤家债主的债 他都可以带的 不是说要把冤家债主的 这个这个之为还完了 才能走的 不是这个 所以这个 有很多人看到 你往生的时候 因为人在往生的时候 这个过程也还是比较痛苦的 如果他不是大修行 人不是能辅助烦恼的话 他种种念力种自己现行 甚至生种种病 种种折磨 这个过程都是正常的 甚至他还会觉得 身体一天怀疑心 甚至不想听佛号 这也是正常的 因为他很痛苦 你不要担心 常常很多人碰到这个事情 哎呀 不得了啊 这是这个病人 捏掌现前了 捏掌现前怎么办呢 赶紧念第一张经了 赶紧做这个 赶紧做那个 忙得不已落 你不要担心 这种到了灵命中 是阿弥陀佛一现前 这些问题 全都阿弥陀佛一览着解决 你放心好了 很多人评价什么 哎呀 他就是有索命的人 没有把这个债务关系了结掉 就挡住了他往生的路 扯了他的后腿 他就没有往生 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对 实际上完全不符合 进度中往生的原理的 所以这个情况不会发生的 如果他由于这个 这个没有往生 没有往生就是他平时 没有真正产生信愿 口头上的念佛者 内心的厌尼说佛 心求极乐的心没有发起来 没有对阿弥陀佛的把生命 就是拿摩 完成这个拿摩的过程 他只要完成了拿摩的过程 灵命中是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应他 别说他把全部的财产舍错了 自己还能出家发出这么大的心 你就是一个一般的人 就是造了很多恶业的人 他有信任此名 阿弥陀佛也都接应他 更何况还有一个 行了这么大善的人 又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 命在是不是还完了 这么这么去纠缠这些事情